大家好,欢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Vicky Ehrman 这次是Arnold和我们的嘉宾 Arnold 你好 我是Vicky 你好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港股 最新走势 恒新指数最新报在26,895点 跌413点 国企指数跌147点 报在10,349点 大肆成交是266亿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问 也可以打来204-566 或者把问题电邮到askbs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我们正在做Live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准备解答你的问题 那就是Arnold 立即和大家聊一聊 看到港股就连跌了两天 今天暂时在跌超过400点 又跌穿27000点的水平 除了因为贸易战那边没什么好消息之外 看到市传有些分析 说逃犯条例爆发的冲突 都影响了投资气氛 亦有分析说 如果这个市况延续下去的话 港股就很大机会跌穿上周的低位 它来说的低位都差三百多点左右 是不是很大机会跌穿下去呢 其实整天都说重要防守线26700 之前碰一碰过之后 没有正式跌穿的 反弹弹了一千多点 但是两天了 就修复大家固然看到的弱势 其实都说一直以来 恒指或者港股后市 有很多的不明朗因素 现阶段逃犯条例 其实逃犯条例和股市有什么关系 最终就是说设置的问题 是不是会的 有个相当空间我都在研究 我不敢肯定说你是图坦点来通过 一定会撤资 但是你始终这个会是一个不明朗因素 加多一样下去 可以再跌得重点 只会这样的 其实你说的后市那些不明朗因素 可以上市数下 五只手指真的未必数得完 第一方面一定是说中美贸易战 G20峰会 不要说贸易战会不会升级 只是说习特会会不会见面 现在都不知道 中国等了差不多三天 都没有回应任何特朗普 好像真的自己这样 很开心地说会有个习特会出业 其实你见到中方好像完全不想跟他说 会不会最终见到就是说 特朗普一厂情愿 纯粹都是一些政治取态 或者你又叫做跳一些政治舞等等 有可能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消息随时有机会逆转 所以你说今天 之前李年星上来的 经常都在说 最主要第一方面大家憧憬 贸易战的情况有机会有转机 可能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风影仰素 第二个就是说大陆自己本身 经济增长货帮压力 都在说是非常明显 再看近期的经济数据 都在说是非常疲弱的 经常说放水池的经济 他们看到昨晚来说 好像之前的出入口数据 好像还可以一些 都是转头来看到新增贷款 仍然是比较疲弱的 最重要是未来 再看月中那段时间 五月份那些社会零售 顾头等等的经济数据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一些不明朗因素 很多人都在猜 你除非打贸易战 否则其实都没有什么减息的空间 所以在货币政策上 或者在内地的经济前景上 隐忧仍然是比较大的 第三方面 经常说中美 不只是说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现在其实你说为什么不害怕 为什么在抛售一些资产 不只是说中美贸易战两个国家的 针对问题 其实是说全球的经济前景 都是不明朗的 因为你说贸易战 固然最大的焦点是中美贸易 但其实你说美国和很多贸易盟友上面 都是有问题 只不过这一刻集中火力对中国 我去不搞其他国家 比如短期见到 好像美国和墨西哥 达成了一个协议 但其实你不排除 未来还有机会去和其他国家出现一个问题 整个贸易紧张 保护主义的情绪 是非常非常明显 你说除了贸易战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比如说欧洲 你说英国脱欧问题 近期你看到消息 很多人都猜 很多欧盟委员都在准备 10月份应该硬脱欧的准备 所以你说现阶段是有机会 绝对经济增长防活 甚至衰退 所以很多人抛售资产等等 是十分明显的 第四方面 你留意就是政治局势 其实你说我们这一刻看到 中国或者可能在管治上 很多人都针对人权问题等等 其实那个问题不光是中国的 有点全球性 譬如你说中东的地方政治局势 甚至伊朗的核问题 其实真的有很多问题在那里 甚至你说 可能我们这几天的焦点 只是看回香港犯犯条例 走资的问题 其实你留意外面上 会不会爆发一个全球的核危机 因为譬如你看到有些国际的核能组织上面 那些能源会组织 我都忘记了什么名字 你说分析上面说 伊朗自从被制裁了之后 它有什么反击措施 是大幅制造一些核产品 或者核武的研发上面 所以你说会不会爆发一个全球性 大家都是会在害怕 最后就是说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不定 其实现在说 譬如最近看到的 联储局说7月份7月31号 在议息会议上面 说现在最新去到八成的机会 有机会减息 看回一个星期前 说估计7月份减息的机会只有六成左右 甚至说如果你再拘捕之前 其实说减息的预期是十分之低 但普遍估计今年可能只会减一次息 突然间可以转变到减两至三次息 当然客观点看 估计是因为经济前景的明朗 但其实看回美国的经济数据上面 说5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 刚刚才开始有一个转弱的迹象 为什么联储局突然间的货币政策 转变得太快 有些人会担心 就是说是否受到特朗普的影响 会不会说特朗普影响到联储局的政策 而联储局中立的取态 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成分 根据经济环境做一个货币政策的变动 是美国整个金融业最重要的基石 这个基石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 大家其实正在担心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我们不要说多分挑 只是说在环球市场上 这几个风险因素 大家都是要注意 另外一件事就是 都讲漏了 比如说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这一刻你见到 还没有明显贬值洗头出现 但大家知道 跟之前提及到的任何消息 跟中国有关 只要一恶化人民币 很大机会便会贬值下来 那时候这个才会有机会 一个真正的走资超 所以我想你看到 之前提及到 刚刚数到大陆的东西 事件一样恶化 股市足以有条件大跌 两样东西跌出来 可以跌得更多 最坏最坏的情况 全部都恶化 股市有个终极大调整 是有机会发生 所以你说这么多 不明朗因素下 很多人去减刺 或者逢高减刺 这个都是正常的策略 去到这一刻 这个看法都仍然没有变 你说再加多一个逃犯条例上去 你可以有信服力 但是是不是真的说逃犯条例 会带来撤资那一方面 正如刚刚一开始所说 我还有一点保留 因为始终很老实地说 客观分析地说 你看到有反对的人是多 但是普遍都是以市民为主 如果你说真的会撤资 那你很老实地 商界的反对声音 就不会这么小 不会比想象中大很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逃犯条例其实对市场的影响 真的太大 但是问题是市场 我自己觉得 基本因素本身是十分弱的 这样跌下来 我又不会说真的十分意外 你说策略上 都是建议尽量减资的 但是其实提到逃犯条例 除了贪心 就是企业会撤资之外 其实见到美国的 都有一些声音 就好像美众议院长 其实他都提到 这个条例 或者会危害了 美国和香港之间的 长达20年的巩固关系 所以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 或者都需要重新评估 一旦取消美港的经贸关系 其实对于香港的经济压力 有多大呢 这是其中一个支持 未来的逃犯条例 不是支持逃犯条例 支持逃犯条例 要撤回 其中一个看法 就是引用美国国会的一些言论上面 对香港的国际市场定位 会有一个打击 但是问题也是说 是不是真的会走 如果反对声音真的这么大 正如我所说 美知在香港 有很多美知都会有严慕 譬如说一些投资大行等等 其实一早可以出来发声音 反对这个犯条例 他们真的这么害怕 我会觉得 你看这几年 他们不会积极去发展大湾区 或者参与大湾区的项目 所以其实你说 如果你只是引用美国国会的方面 我想只是一个政治随向 你看到 譬如经常说 现在中美贸易的问题 不只是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 我们只是顺口说 实际上现在是中美的矛盾 而矛盾方面 也牵涉着 人其逃犯条例 牵涉着 一些人权 或者是法规上等等的问题 所以你说 对于香港市场来说 逃犯条例 的确是会有个隐忧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跌市的大沿空 这里我就会有个很大保留空间 好啊 不过刚才 安娥提到这么多因素 影响港股的情况之下 其实看到很多板块都跌得很厉害 特别是地产股 其实都是一个重灾区 因为看到有港元的拆息秋升 刚才也提到的贸易战 还没有好消息 加上最新看到有财团 高银 其实他都说 其实现在的社会矛盾 和经济不稳定 就将这个8亿的契得地项目的铁定 看到都损失了2500万元的按金 其实地产股在这个市况里面 是否都可以说是多重夹击 其实我昨天都说过 高人金融撻定那件事件 和政治是否真的挂钩 我也是有个保留态度 因为问题 你看到高人金融去到 去年年底那段时间的财务状况 正负债权益比率150% 正负债水平280多亿 本身今年5月份再投多这一块地 负债压力 是相对地在所有的上市公司当中 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他们说融资会不会有个压力 我没有管理层那么乐观的 管理层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融资问题 但是说服不到我 所以有机会未必说 可能分分钟是借着这些政治借口 令到他们觉得有条件铁定 而铁定的代价 最主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代价是大的 特别是投票在这些地皮上 你的代价就是说 除了要虚定金之外 大家会看到可能二千多万 好像不太多 但问题是你投票完地皮之后 假设你投票 再有新的投资者 譬如说入标 买回这块地 譬如说之前百多亿 最终可能一百亿 虚定了 差价十多亿 政府是有缺向这间公司 去追逃犯差价 所以你在说 其实风险是大的 所以我觉得 会不会现在的政治代价 那么重 特别是你看到 它的背景上面 中资背景那么重 我觉得 就担心它最近会好一点 所以未至于形成 一个明显的走资支持的论点 所以我也不是很认同 政治环境 令到走资的情况 现在和你的方法 但你说本地地产公跌得急 我觉得始终有原因 你参考过去这几年 你会看到楼市 真的会出现一个调整 即是很短暂性调整 但每次调整 第一方面 你会看到是急 而调整急完之后 往往新盘的销售状况 是会差的 不排除 甚至发展商上面 是要做多些的优惠 回赠等等 去推出他们的新盘 而你看到现阶段 加上今次的逃犯条例 对本地地产股 影响性就会比较大 我相信有不排除 有部分 有手头上有物业的业主 真的会担心前景 真的会有炮售情况 问题是 现在楼市为何这么强劲 真的在说土地供应问题不够 真的在说货源贵边 等等的状况 只有一些业主不急去卖楼 那楼价值会继续升上去 因为经济环境好 所以说 但如果加上现在 逃犯条例 这些政治不稳的情况 楼市就会担心 随时有机会出现的情况 有些业主开始镜 经历了整个星期 星期日的大游行 今次的示威等等 会不会到周末 开始看到有些业主大幅减价 可能套现等等 导致新盘的二手楼 突然间的价格 没有说要超大调整的 就是跌一成 但问题是跌一成 参考上年8月份 也是 你当跌完之后 那些本地地产商的新盘 就会开始有多些优惠 减价等等的情况 未必说会跌很多 但问题对股价的压力 都会大 再加上今次的示威事件 都会令到他们 譬如之前说的新红基地产 或者会突破一些新盘 都压后了 这些不明朗因素 短期来说 都会困扰股价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 从逃犯条例 或者政治目的去出发 我想最大影响性 真的是在本地地产股 好啊 今天除了本地地产股 值得多之外 其实看到之前比较强势的基建股 今天都换很多下来 日前内地公布允许专项债券 为重大的项目提供资金 大行其实都因为这个政策 而一致唱好基建股 期望它们可以估值重收 但看到它弹了两天之后 就要回落 看到中交建就更加被回正 下调目标减 10.3 下调到7.8 投资评级 都是由买入调整到持有 看到过了两天之后 有大行就变回厚风 还应不应该买呢 其实我不是太过建议 买一些基建股 你看回利好消息 固然会觉得有机会查实斩 但是譬如我 其实始终我对市况本身 比较保守 这段时间其实真的建议大家 拿多些研究 保留失力 会相对比较好些 至于客观分析上 两天前见到 牵涉着规模 可能接近2万亿 当然大家会冲击 有个帮助 但始终留意 我往常说的基建股 最伏的地方 就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基建项目 例如2万亿会下跌 但时期分多久 会不会好像 其实现在大家对它 没什么信心 最大担心 可能会重复 好像2015年 大家炒一大一路的状况 未来的基建项目 或者很多发展前景 规模有多大 我可能会很长时间去做 对它们业绩 最终的帮助可能不大 其实都有这些风险因素 如果你从出发点上想 内地搞这些基建项目 只是想着扶持经济 其实经济压力 仍然会比较大 而这些基建股 很多时候 例如说三个 一百零匹也好 三九零匹也好 一百六匹也好 它们有一部分的盈利贡献 都是来自房地产业务上 所以说盈利前景 又不是真的乐观得那么重要 它们有没有条件可以做到 就是说 未来内地经济增速下行 很多企业盈利 会出现增长防活 倒退的状况 而与此同时 因为内地推这些基建项目 它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是有的 但是问题是值不值得博这个因素 直博率不高 因为我相信股值 很难有大幅向上收调的情况 所以我想基建股 相对地是有机会跑赢大市 但是问题是大市现阶段 大方向是低的 你卖下来只是说输少一点 所以这些位置 都是建议价格相对地比较安全 好 谢谢大家 那么长续的分析 接着我们开始回答一下 家人观众的问题 有位Facebook朋友仔 Lily 就是想问1313 384 都没有货 怎么看多少钱可以进入呢 水泥股 其实跟之前说的基建股的状况 都是一样的 是 最怕的问题 会不会有一个伏的地方 就是陷阱的地方 会不会提及到很大规模 发了很多专项债 牵涉着规模 可能是2万亿的工程 但是会不会是摊回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组 目的纯粹令到内地的固头 不要出现一个增长放缓的情况 其实发生的机会是十分之大 如果是这样 其实对水泥的整体需求 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相反地说水泥价格 其实后市随时有机会 随时经济前景不稳 还有机会跌下去 所以水泥股升了一阵 这些位置值不值得去追 我就不建议 这些位置就怀孕税 建议大家回原地 不收7元这些纸泥 一旦穿了 有机会更加深一点的调整 水泥股这一刻的股价是便宜的 但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 好啊 不要留住了 384答了什么呢 384 384是一些属于防守类型的股份 如果你看过内地政策面上 没有什么问题 是唯一怕之前提及到的接驳费 管道费用上面 会不会有机会再被删除 其实是面临着一个 隐藏性的政策风险在 政策上现在没有问题 但是后市随时有机会 有些不明朗政策出到来 所以如果你说384没有货的 有什么部署策略 多少钱买 其实顺住这些位置买博 它升到28元 会有条件的 但是你说说你就要每天 你买了要有个心理准备 每天要安室 看着有没有政策 看着它会不会突然间急跌 你突然间急跌 很大可能都是说 有些政策风险出了来 到时是忍痛止舌离借 所以你说384的看法就是说 顺住西乡上买是ok的 直播率ok 但是做定心理准备 如果内地一旦有些政策出到来 譬如要减这些天然气公司 管道费用折博 整体的利润水平的话 股价都有机会再顺势向下调整 所以你说如果我的看法就是说 你真是很想在这个市场 找些东西逆市来升的 燃气股有机会跑出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保守一点 从一个投资者的策略上 暂时的建议 我也是建议债现金为主 好啊 朋友最好就债现金 接着我们开始答案 家人观众的问题 有位胡小姐 旁边胡小姐你好 你好支持好 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三个货票 下到什么价位可以买 我想问788 还有6052 还有863 我想问这两个货票 我想问买什么价位可以买 还有买不买 好啊 麻烦你胡小姐的电话 788 铁塔 买不买得过呢 铁塔近期 你看到好像比较对 但是留意铁塔 由之前过路这些水平升到2元 升些什么 最主要都是内地不断说 自己的5G部署策略 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有所影响 是 但是我自己都在说过去几个星期都在说 今年当然没有影响 但是你说2020年 2021年 这些时间 是不是真的能够可以完全普及化 我自己有个质疑在那里 甚至说内地如果未来 这一刻 因为经济下行压力未很明显 但是假设中美贸易完全谈不醒的时候 还有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可以去推过5G发展上面 我都有保留在那里 所以你说铁塔会不会转势 我觉得未必 相反地可能说 都是一个反复向下沉低的架局 如果你在图表形态上 这一刻会建议留意参考这条 或了两点的连下来的下降轨 除非这个股价真的突破到这条下降轨 否则我会怕每次反弹 碰到这条下降轨 会向下示范低位 我想这些市况 你不要打算买铁塔 因为半年前股价是很强势的 但是这个强势有机会 从之前这一轮开始的跌幅 有机会转势 甚至你看图表形态上面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头肩顶格局 顶部是两个二毫半 肩部是两蚊 当一旦再跌穿1.7这些颈线位 量度结幅去看回 去到大行最坏最坏的情况 可能略整个升幅打回轨型 都是有机会 未去到这么悲观 但是这一刻 我想大家是需要小心 我不会建议买铁塔的 这些市况 终于新股行不行 60550小姐 问中央香港 四个八毫八招股价 今天连升了第二天 升了一成一 追不追呢 我不建议追 新股 你很多时候 头一两天 你真是高人胆带 你真是纯粹 以科研归边 出发点去看 有得炒的 很多时候真的会有得炒 但问题是股价 由五元这些位置 升到差不多接近两成 这些位置先去追 我真是不建议这样做 反正在燃焦电视放的气氛 这么差的情况下 这些炒火源贵边 随时有机会结束 高位就会散 所以我想 如果过完新股两天 才去追 这个高追风险 实在太大 我不会建议大家这样做 小姐 还有一个 就是四月底上市的 8635 连城科技集团 跌了一成三 还买不买呢 我也不看业务了 你说八字头股份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炒收购 或者炒卖壳 这些相关的冲击 或者转注版这些因素 但是你永远炒这些因素 都看市场气氛配合 以目前市场气氛 你拨这些因素 直播率其实是不吸引的 有机会可能升很多 但是问题跌起来的时候 亦都可能是无底深探 调整的幅度很多时候 不只是说三成 四成五成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位置 以目前现阶段的市况来说 我看不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 去谋谋言地拨打 我不会建议这样做 这是一个极度高风险的行为 好啊 接听完胡小姐的电话 就轮到謝先生的电话 謝先生你好 兩位好 你好 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的市场跌了两天 跌了两天 跌了九百点 我想想想如果 拨反弹可以吗 拨反弹可以吗 拨反弹可以两三百点 再升可以吗 好啊 谢谢姐先生 另外我想问一下 另外我想问一下 那只叫东阳光药 不知道你们熟悉 一五五五八 那只叫东阳光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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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五五八 好啊 我先回答你恒子 恒子 先生想拨反弹 拨不拨得过呢 就不建议这么拨 那你见到 当然今天你见到 由低位都略为收窄 好似微穿回两万六千七 但是问题之前都在说 市况真的很多利淡因素 其实就在说 因为问题都是说 直拨率不吸引 之前不断数的 类淡因素都在说六个 包括现在 现在逃犯跳脸 是不是真的引来撤资 那个争议成问题在那里 你说 只要之前提及到 国际性的或者中国的 一些利淡因素 只要慢慢突然间 突然间浮现的话 譬如 只要看到突然间 中美贸易谈判 很想象中那么乐观 甚至习林平真的未必 在G20峰会 跟特朗普见面的话 市况就会有条件 立即马上刷下去了 你见到这两天的 下跌动力那么强的情况下 甚至说年 说几日前 星期一 那个上升列口 都收报了 我想这些位置去追逼反弹 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问题都是说 接驳率不吸引 因为一旦跌下去 下面那个空间 其实是十分之大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 好风险管理 可以完全理性地去止洩 未必那么容易 所以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 我不建议大家去逼反弹 好 另一只15500 东阳光药 见到它年升了四天 今天就暂时升了0.1% 怎么看呢 有些药股近期来说 的确是可以不停地炒 但是我觉得 要去追 若果我都觉得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始终都是担心政策风险 如果你看到图表形态上面 又不是说真的 特别硬正的 你看回走势上面 你说真的要成功转势 有个上升动力在 可能真的要突破 40元这些阻力位 才会见到 而距离这些阻力位 还有差不多接近1成的空间 你拼它不当它破顶 拼它炒上落 升一升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你说部署策略上面 以35元做止洩位 拼它上40元 其实看直拼率 是可以的 所以你炒波幅 没有问题 但问题如果你在客观 基本因素上面看 若股我觉得 都是不宜佔首的 虽然你说波幅上面 现阶段接近横行区间 底部 但问题我会担心这些位置 一旦随时有利淡因素出现 若股未必跟经济敏感度高 但内地只要提及到 例如提及到第二次大量采购 这些消息 招事弹一些消息 浮现了出来 板块还有更深一点的调整 所以我想若股 都不会去考虑范围内 好 最后 我们再回答一个 WhatsApp朋友的问题 美国朋友想问1043 光与国际集团科技 是否现在已经是超跌呢 其实你现在在香港股市上 找很多很多股份 随便按一只 但很多时候是在超卖 但是在超卖 是否特别代表技术反弹 真的不是 之前教育二分 刚刚开始的时候 数着重大的利淡因素 五只手指都数不完 其实是一只发酵 股市也有条件大调整 两个发酵更深 如果绝了一大部分 是一个大的股灾 也不出奇 所以暂时来说 特别的小价股股份 大家是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打算 看到两三倍市盈率 或者股价跌了很多 尝试去买 因为面对着问题 除了基本因素 环球经济状况转差之外 很多这类型股份 以前是否炒过 都是有风险因素 所以我想 这些跌得比较厉害的股份 我都不建议大家互联带 好 谢谢Arno 那么长迅的分析 亦都和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上述 直播股份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到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